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67集 康伟的记忆停留在撞车的时候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了过来 他吓得没有反应 夏小兰把方向盘抢了 然后喷一声巨响 康伟知道自己撞了头 挡风玻璃都碎了 再然后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醒来的时候麻药的劲儿已经过了 头疼得要命 整个人也动不了 康伟还以为自己刚刚被人从车里拖出来 不知道连手术都做完了 他只能勉强把眼皮睁开一条缝 视线聚了好一会儿胶 才看清他床前站着不少人 妈 关阿姨 他怎么看见亲妈和关阿姨了 这两人不应该在京城吗 穿白大褂的医生围着康伟 给他检查了好一番 谢云握着他的手 在呢 妈妈在这里 你不要着急 让医生给你检查 是啊 我们都在 康伟要是再不行 谢云的情绪非得崩溃不可 你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我们对你进行了急救 你的身体情况很好 慢慢地就会恢复健康了 医生安抚着康伟的情绪 并把现在的情况给他简单讲了一下 突发意外的伤者 记忆是缺失断片的 有的人会忘记自己经历了什么 继而惊慌失措 康伟不仅是头痛 他身体其他部分也用不上力 嗓子也干得冒烟 护士拿棉签沾水涂抹在他的嘴唇上 康伟想起来 小兰 小兰嫂子 她没事 她呀就是一点擦伤 康伟松了口气 幸好没事 要不她就算活下来 该怎么向诚子哥交代 也不仅是周成的关系 认识一年多后 夏小兰也成了康伟的好友 她开车载着夏小兰出了车祸 康伟自己心里那关就过不去 康伟想说什么 病房的门被人推开 康连鸣浑身都冒着冷气进来 后面跟着一个连肿得不像话的夏小兰 康伟都不敢分心去和夏小兰说话 康连鸣在外人面前 对她一直是笑脸相待的 康伟一向都觉得 那笑容特别假 今天 康连鸣不笑了 康伟更不习惯了 康伟的声音像蚊子那么大 叫了一声二叔 走进来才发现 康伟真的太惨了 要是不听声音 康连鸣都不敢认 这是她侄子 幸好康家二老不知道 特别是康奶奶 看见康伟的样子 当场能犯病 听见那蚊子大的声音 康连鸣觉得糟心 你哪里疼 我让医生给点止痛药 止痛药是不能乱用的 康伟是疼得厉害 只能医生控制好剂量 这里的医生也没说不给用 但用多少量 他们要反复斟酌一下 康伟觉得自己脑子摔糊涂了 好像从他二叔的话里 听到了慌乱无措 可能吗 要不是现在的技术 还达不到 康伟都怀疑 他二叔是个会假笑的机器人 想说自己不痛 一张嘴就是身影 靠 怎么可能不痛 康伟撞头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完蛋了 没想到能活下来 但他生气啊 那种想把另一辆司机捏爆的生气 神奇的是 康连明好像会读心术 他俯下身 给康伟整理被子 低声道 你安心养着 等你好了 再亲自把厂子找回来 谁要拿你的命不当回事 康家都不答应 拿着棉签的小护士 离得最近 听着这话都抖了抖 唉 这事和他们护士没关系 撞人的是港商 被撞的是高干子弟 连汤市长都亲自来了 小护士只能当没听见 康伟也没清醒太久 家属见一见 医生说还要休息为主 他也就朝着夏小兰动动手指 夏小兰脸是肿的 手缠着纱布 人好歹是站着的 可见没有什么大碍 康伟也算是放心了 康伟的清醒 给所有人都打了一剂 强心剂 医生的判断没错 康伟的手术挺成功 认知能力也没出问题 没说撞一下就傻了 现在要关注的是 术后的护理 警惕术后并发症 任何涉及脑部的手术 都不是小手术 何况八五年的医疗条件 真的有限 关慧娥扶着谢云到走廊 赶夏小兰去休息 心里翻愁 车祸的事情你告诉你妈妈没 夏小兰摇头 没有 等我回商都的时候 脸上的伤肯定好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再说 她和汤红温商量过 两人都觉得这件事 暂时不用告诉刘芬 这和上次计价的事不同 比起康伟 夏小兰受的是点皮外伤 并不是很严重 刘芬一听 肯定会急急忙忙赶来 夏小兰想等自己的伤 看上去没那么恐怖了再说 关慧娥心想 十个蟹云捆起来 都不如夏小兰刚抢 康伟醒了 关慧娥的理智上线 她知道车祸发生在偏僻的地方 你和康伟走那儿去干什么 去看周成 夏小兰善善一笑 可不就是去看周成吗 康伟苏醒 岂只是关慧娥的理智上线呀 夏小兰后知后觉想起来 分开的时候 周成好像说要争取多见面 她这脸上和手上的伤 这两天肯定好不了 靠化妆能遮住不 阿姨 周成还不知道车祸的事 现在怎么办 周成不能回头看 一回头看 她就舍不得让夏小兰走 教员一步一去地跟着她 周成试图和她讲道理 说她处个对象多不容易 能不能多见一面 教员看着这张被晒黑了 依然帅气到过分的年轻脸庞 想想周成处的对象 觉得周成真是睁眼说瞎话 周成才22岁 就把终身大事解决了一半 部队里的单身汉那么多 还有些要组织上强制要求结婚 才硬着头皮回老家相亲的 那才叫不容易 周成不管 他就缠着这个教员了 这人要不是就是夏小兰找的关系 要不是就是周家认识的人 否则不会给他和夏小兰通融 什么周队长的面子 周成也统统不要了 教员冷着一张脸不理他 周成就跟在后面 夏小兰离开住地后四十多分钟 周成忽然感觉一阵心悸 他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 教员还以为他在演戏 看周成满头大汗 他赶紧扶住周成 周成 你可别来这套 周成连谈话的兴趣都没有了 刚才还死皮赖脸缠人 现在浑身难受 这种感觉只有一阵 周成却坐立不安 晚上熄灯就寝 周成愣是一夜没睡着 又多奖 时间似 fueron 你听闻的 我自己感觉 这是 teaspoons